家庭主妇 行政人员 店员 及来自各阶层的乐剧爱好者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深深地被乐剧的表演艺术所陶醉 你看 他们在师父的指导下 多么辛勤地专心去学习各种窍门 在排练过程中 他们不但要掌握剧中人的性格 感情 还得把歌词背得滚瓜烂熟呢 没有乐队的伴奏 也没有画稿放在旁边 就凭着记忆力把整套戏唱得头头是道 悦耳动听 你不禁要问 唱广东大戏 是否都要有很好的中文底子才行呢 有中文之处好 当然是好 试办公佩啦 要是现在很多我的学生 他们都是不懂中文的 他们都是念英文的 但是念英文一样可以做嘛 我们可以慢慢地教他 好像现在我们用英文来唱广东西 你有听过吗 我们也有用过语 就是马来文来唱 我们就是用马来话来唱 我自小就跟随父亲去看大戏 我很喜欢大戏的服装动作之类的 但是我唯一所遇到的难题 就是我不懂中文 所以只好用英文来拼音 我本身也是从小看大戏 喜欢的古典英味 不过我学的话 对我来讲是在唱那方面比较辛苦 可能是我很小接触音乐 所以用那个公家来补回 因为我从小有运动 所以比较容易 总的说唱乐剧 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困难 只要有兴趣有耐心 肯分一点时间去学习 就像这位林岚女士 她是商场上一位大忙人 仍然能分身有数 参与西施的慈善演出 她和文武小生 谭少嘉拍档演西施和范大夫 从后台到前台 把西施演得非常生动 在我个人来讲 因为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我也是没有什么很多的时间 我为了这一次要筹这个款 要演出 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 以后再演出的话 看怎么样情形 如果真的是为慈善的 有意义的 我也是会牺牲我自己的时间 尽量尽我的能力 去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 那谭先生 你从13岁到现在 就演了相当多年的这个戏剧了 是啊 那么有没有遇到些什么苦或者是乐 然后我们观众朋友也分享的吗 我从小做作丝 学习的时候一定是很辛苦的 有些时候打啦 唱啦 做啦 样的要做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 都是很很辛苦的 在学习这个时候很辛苦的 后来我们做到成功了 我们会做作丝的时候呢 观众能影响我们啦 我们觉得我们的演出成功啦 最后做个习惯的事啊 广东大戏是华族文化的一环 至今它还是受到很多人 包括年轻人的喜爱 不是吗 就请你听陆慧芳小姐怎么说 我至少我的时候 我就跟所有的父母去看大戏 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因为看见他们有华丽的服装 他们的动作非常的美妙 还有我的耍子是比较尖的一种哦 因此我唱流行歌曲 他们总是讲 你不像唱流行歌曲 你好像是在唱大戏 所以我就产生了兴趣 不如我去学大戏 学唱乐际啦 我对大戏有兴趣 不过不一定是我自己要演出 如果我看到其他的很多 一些年轻人来学大戏 我感到很开心 因为我本人我是想看这个戏曲活动 推动到我们年轻人的兴趣 乐剧在我们的社会里 是否会继续生存下去呢 这却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应该会很好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在本地的社团 有很多社团 他们每每做慈善啊 都是以乐剧为首 而且非常的受欢迎 我们华人 我们基隆坡华人 戏剧俱乐部也曾经有举办过 同样的慈善活动 也是得到很好的反应 也是以乐剧为首 视作人为了 要靠大家的合作 靠大家的力量 对不对 也要看观众给我们的支持了 观众朋友 明天大家都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 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利用每个星期天